黑人陈建州的性骚扰事件发展至今 真相已经呼之欲出 只有陈建州范伟奇夫妇正面否认 并联手提告第一个爆出陈建州性骚扰的女艺人大牙除此以外 圈内极少人愿意站在黑人这边 包括跟她食于威食的S邦 当然 大小S本人还没有从吸毒风波中全身而退 这个时候哪里敢为黑人说话 到6月29日为止 已有三位女艺人控诉陈建州性骚扰 包括两位黑社会妹妹周一佩大牙 陈美艳妖娇以及模特郭元元 郭元元 黑人 大牙 陈建州先是被大牙指控 2012年到香港工作 南方晚上闯进她的酒店房间 试图违反大牙医院发生关系 陈建州否认并发出律师声明表示 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6月28日又发出声明 正式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 并要求大牙赔偿 1000万台币约合230万元人民币 接着 女艺人郭元元站出来爆料 她声称被陈建州性骚扰两次 一次是被抱到腿上强迫所稳 另一次则是在范伟期怀孕期间 被她以有东西要赠送为由 带到家里试图侵犯未遂 陈建州在郭元元发生后 仅透过经纪人表示针对莫须有的指控 我们不再响应 妖娇的自曝陈建州曾问她要不要一起睡 她在社交网写着 对方没有伸出狼爪 所以我没有被侵犯到 但的确 那时候当下的第六感告诉我不对劲 这个故事说出来只会被人笑 总之愿所有被伤害过的早立康复 在三位受害者口中 陈建州每次性骚扰的套路都一样 先是以开玩笑的语气问女孩子要不要一起睡晚 然后强迫对方亲吻她 最后抱着女孩子意图不轨 大牙称陈建州强行闯入她的酒店房间 并从背后环抱 将她推倒在床上 有律师认为 陈建州的举动已经到达强奸未遂的程度 在那个曾经玩得疯狂的小圈子里 只有Makio直接让黑人出面澄清 多年前 Makio曾在节目中指控黑人喝醉之后会乱亲人 而他在最新的采访里面 直言一直以为黑人只是亲吻他们这群姐妹 没想到他连人家小妹妹都不放过 公开呼吁黑人现身面对 Makio态度算明确了 他没有质疑大牙的爆料 反而吐槽黑人不敢露面 6月29日 范伟奇 范范发文历称丈夫 他表示百分百信任陈建州 反驳第二位指控黑人性骚扰的女艺人郭媛媛的爆料 郭媛媛在长文中称 性骚扰事件发生在范伟奇怀孕期间 范范表示 在他怀孕期间 丈夫一直陪伴在其身边 仅仅出门五次 另外 范范强调 自己的丈夫滴酒不沾 他深信陈建州是一个正直的人 范伟奇的解释并没有被网友接受 大家反而找到更多的证据 揭发陈建州经常喝酒 范范怀孕期间多次出门 夫妻喝酒图 范伟奇怀孕期间 多次出门跟姐妹聚会 与五次这个数目并不相符 范伟奇发文不久 Mateo急改口称 陈建州是滴酒不沾 喝酒都是姐妹在喝 还没报道 原来Mateo收到了范伟奇的电话 对方要求他澄清 陈建州喝酒一事 所以才有了Mateo改口的举动 但Mateo也不是省楼的灯 有网友留言问他 如果被抢货就眨眨眼睛 他第一时间点赞 大牙跟郭元元都指出 陈建州心思细密 大牙说 陈建州对他出手之前 已经想好了怎么脱身 他临走前向大牙借了一点卸妆油 防止出门时被熟人碰见 不好解释 郭元元也发现 陈建州行事前做的每一步都很谨慎 尽量不留痕迹 例如 二人进入电梯要上楼的时候 陈建州让女方独自先上去 女方事后才明白 原来她是不想被电梯监视器拍到同框画面 陈建州多次对身边女性出手 太太范琪琪是否知情 外界猜测 她可能真的不清楚 陈建州曾是黑色惠妹妹组合的老板 在台湾综艺节目点声时期 陈建州经常带着这群小妹妹出镜 如今 小妹妹都长大了 很多人都已经结婚 面对曾经的队友大牙声称被前老板陈建州性骚扰 他们都低调选择站在大牙那边 网友发现面对严重指控 妹妹们几乎没人替陈建州说话 成员的态度已经说明一切 还没报道 在一众成员里面 除了贝彤彤正面表示知情之外 有人低调回应不是当事人不方便回答 也有人干脆不表态 无论他们是何种态度 都统一不为陈建州说话 如果陈建州真的像范伟齐所言 是一个正直的人 为何没妹妹愿意为她说一句 我认为她不是这种人 大牙爆料后 被彤彤第一时间历称闺蜜多年前就已经知道此事 身为大牙的好姐妹 真的非常心疼她要背着这个伤痛十几年 希望多年后的当事人能够正视自己的行为 从错误中反省改正 也希望社会大众以此警惕 保护自己 尊重他人 丫头 詹子晴透过经纪人发声 表示自己不是当事人 无法响应 不方便多说 但也心疼大牙要面对这样的事 她一直是我们团体最坚强 勇敢的那一个 被彤彤跟丫头 郭远远接力爆料后 丫头在其常文下留言 感谢对方让大牙不是一个人 田儿正结于通过社交网表示 大牙 谢谢你勇敢地站出来 施亚则写下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要为人善良 而不是伪善 如果某一天 一些未报的XX被爆 我一定开香兵庆祝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Apple黄伟婷通过经纪人回应 这次事件 很久以前有听她提过 只是不是当事者 我也不便多说什么 看着文字很心疼 愿意把这些 深藏在心里的秘密讲出来 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 小蛮王承烟透过社交网回复 我不是当事人 所以就不多做响应了 愿世上所有的生命 都能被善待 心简单 世界就简单 各位辛苦了 谢谢 Apple与小蛮 小薰黄静怡 由经纪人代为回应 表示不清楚 鬼鬼无应节回应 我不是当事人 不太方便回答 昆林出席活动 被问及此事时 笑而不语 经纪人带回我们今天 只6月27日 都还没看新闻 小薰 鬼鬼 昆林 事件发展至今 陈建州夫妇可谓孤立无援 甚至连台媒 都给他们起名 范茧夫妇 嘲讽他们掩耳盗铃 只有陈建州的前经纪人发文 解释黑人的行为 只是在开让人尴尬的玩笑 并不是性骚扰 也没有对女性造成实质伤害 可笑的是 他表面上是在为陈建州说话 但却意外证实 黑人确实干过女孩们口中的性骚扰 他还吐槽 大牙主动爆料是为了炒作 透露当年 黑人花费不少心血 照顾一群妹妹 没想到现在被对方反咬一口 最后 这位前经纪人还暗示大牙 跟多位篮球员有关系 陈建州范伟奇对大牙提告 索赔一千万元台币 并表示胜诉后 会将赔偿金额捐给妇女团体 对此 当地的妇女救援基金会 郑重发出声明 严正拒绝任何消费妇女团体的行为 一点面子都不给陈建州夫妇 事已至此 前经纪人的说辞已没多大意义 多位女艺人出面指证陈建州性骚扰 真的是巧合吗 陈建州不能再躲在老婆身后 出面向受害者道歉才是唯一的选择 近年 陈建州已退出娱乐圈往体育界发展 成为球队经纪人 此事对她事业影响不算很大 还没指出 陈建州夫妻来的财力惊人 尤其是范伟奇 传闻名下有六栋产 因此有范六栋的称号 资深媒体人年长玉在关键时刻节目中表示 黑人很会理财也很会赚钱 虽然她在圈内没有大红大紫的作品 但事业版图大 不仅成立经纪公司 还有发廊 服饰店 咖啡厅等副业 范伟奇在当地民生小区有六栋房子在出租 一个月收入有好几十万台币 完全就是包租婆 黑人曾表示婚后有老婆管钱 夫妻俩把钱都拿来买房增值 前两年 陈建州夫妇搬到了大安森林公园旁边的豪宅 房产总值1.9亿元台币 约合4500万元人民币 总而言之 即使陈建州夫妇的事业被此次事件摧毁 他们也不会一夜变穷 《八月市事件》 决定琴